加拿大统计局今天上午公布了最新就业数据 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份 加拿大就业市场增加了将近2万3千个职位 使2015年全年创造的就业机会达到了15万8千个 但是上个月的失业率仍然保持在7.1% 12月份的职位增加超过了专家们的预期 但是数字背后的现实更为复杂 一是新增职位集中在安大略一个省份 二是他们多是自雇职位和非全职工作 在同一个月全职工作岗位减少了6400 资本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David Madani说 薪资较高25至64年龄段的就业机会 是更精确的经济风向标 唯一给加拿大经济带来一抹亮色的是制造业 12月增加了6100个职位 去年一年增加了35000多个职位 过去我们走出校门找份工作遇到另一半 生个孩子退休愉快地过一辈子 现在呢您可能移居新的国家学习新的语言 多拿一个学位探寻新地方愉快地过一辈子 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能够配合您 帮助您获得保障和保证 自由自在地活出精彩人生 从现在到退休都安枕无忧 和您的顾问来咨询永明的终身富足方案 FoTeo FoTeo The new generation FoTeo E range hood series With just one touch You can see the extraordinary extraction it offers FoTeo range hood The extraordinary extraction FoTeo FoTeo